苗栗县的山坡地占全线面积约八九成,山多丘陵多,而有山城之名。 面对浮原辽阔的山坡地,水土保持的维护,在本县变为重要的工作。 简易水土保持的申请,大型水土保持计划的合并,及相关水土保持治理工程,在本县为重要的业务。 除此之外,在预防性的业务重点,在于山坡地的违规查报取缔工作,杜绝非法,造成相关水土保持的破坏。 本府对于查报取缔业务,以有既定程序来办理,目前更应用无人空拍机,在较易发生违规之区域,以每四平方公里的范围,进行高空设议。 躺发现疑似违规地点,并用空拍机飞航记录,在上空定位,取得坐标后,套用GIS地理资讯系统,取得土地地号,交由承办人员判断,是否为违规行为。 对于违规案件,应用空拍机,记录,前,后,其影像是否有扩大开发,或依规定办理水土保持之维护,以作为资料建制,作为案件后续办理的参考。 本府应用无人空拍机,协助办理,山坡地违规查报取缔查业务,利用空拍机于高空中之搜证能力,对于取缔非法行为,有一定成效,并有遏止非法业者于山坡地违法开发行为。 除此,并用空拍机作为资料建制,并能提升行政效率,对于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,可用空拍机进行拍摄,了解现场违规状态,保障承办人员安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